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聪明的男孩 克服障碍达到目的 为赖智慧谨慎与机敏 拿破轮缩的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 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 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 就打开一罐糖果 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 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的动作 几次邀请之后 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 放进他的口袋中 回到家中 母亲很好奇的问他 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 而要老板抓呢? 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 而老板的手比较大 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默想 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他知道自己的有限 而更重要的 他明白别人比自己强 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 学会事实的依靠他人 是一种谦卑 更是一种聪明 他自己在一起 他肯定的孩子 是一种谦理的 我自己是一种谦理的 也不是每次都会来的 也不是很难的 他怎么会有什么 他自己的孩子 看来的 他自己是一种谦理的 他今天是咱的 他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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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